来讲我们要说的内容 我们这个要说的就是目录便利相关的 那么其实也就是说 今天啊你要 怎么知道 这部分内容是你必须要掌握的 你回去之后你就必须要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个程序 什么程序呢 你还是说啊 我告诉你 你要搜索什么呢 你当前的目录下边的所有MP3文件 你看看当我讲完了之后 你能不能够实现这个功能 其实像这种东西呢 在你工作以后会经常经常让你写 比如说你让你你做了一个播放器 对吧 你做了一个播放器 那假设说 它底层就是让你用这个Linux的系统函数来实现 用这个CVN来实现 那你只能是用这种堵木录的方式 那么假设说用QT做的 那就没这么多事了 QT那你这个直接掉函数就能找到了 这个问题是它不是没这么智能吗 对吧 那我们就能够必须使用这些三个函数 那看第一个 给你寻找指定目录 那么第一步你要做什么 跟文件是一样的 第一步就需要把这个目录打开 对吧 你看 读文件里面内容 第一步呢 就需要把这个文件的open 读目录呢 还是啊 第一我们要open第二 那么open第二 你看这个需要传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应该是谁的名字 是不是目录的名字 你会打开一个目录 肯定要传一个目录的名字 你看它的反汇 只反汇的是一个什么呀 诶 第二星 那么这个第二星 你参考文件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一个 你打开文件 是不是有个放星啊 其实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 那么这个指针呢 其实就是指向 诶 指向你要打开的这个目录的 它的一个指针 你拿到这个指针之后呢 诶 我们就可以操作这个目录了 诶 拿到这个指针操作这个目录 操作目录的时候呢 诶 那我们就需要用那个 锐的dir 去读目录 你看 锐的dir 它的参数是什么呀 一个dir星 这dir星哪来的 是不是上下你打开的时候来的 对不对 你看它的反位值不是一个dir星啊 对不对 现在我们文件操作 你看你文件操作 是什么呀 fopen吗 对吧 fopen完了之后 如果你想读呢 fread fread 这是一个buffer buffer 这是一个长度 一个长度啊 是不是需要有一个fp啊 对不对 你看这个fp相当于就是谁啊 相当于就是ofopen的时候的fp吧 是吧 其实是一个道理啊 那么我们在读的时候呢 你就需要把这个指针传给他 传给他 他就会读 那么读完 来读出 每读一个文件啊 他会有一个反回值 反回值呢 你看他是一个结构体 啊 这个结构体啊 结构体是一个什么类型呢 这个结构体呢 是一个struct 啊 struct struct名字叫什么呢 drent 啊 那么其实这个结构体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目录像 啊 目录像啊 啊 就是目录里边的atom 啊 就是目录里边atom 那么这个struct drent里边都有哪些结构呢 啊 哪些成员变量呢 你看啊 这有一个什么呢 inode inode啊 这跟我们文件是一样的 目录其实他也对应 也有inode啊 还有什么呢 doff 就是说你从当前位置进入到另一个位置啊 他的偏移量 是多少 就偏移了几个目录 其实这个我们用的也不多啊 前两个啊 你知道就行了 那么第三个呢 你看 他是一个长度 是sign the short int d d什么什么 len啊 这是一个长度 那么这个长度指的是谁的长度呢 dname的长度 啊 现在也没有说了 这个dname 是不是有长度吗 256还需要他去告诉我呀 应该他最多 他是最大文件名啊 可以256这么长 但是实际上有256吗 哎 实际上没有啊 那所以说这是他的一个实际长度啊 那么其实前三个呢 哎 了解就可以了 那我们用的最多的呢 是最后 最后两个 那最后两个 你看到有个ansign的 xdtype dtype啊 就是文件的类型 啊 那咱们你说啊 links里边有几种文件类型啊 哎 七种 那么你这样呢 有一个目录 那么你有目录啊 这里边目录 里边可以放很多的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是不是有很多 可以有这七种里边 任意一种类型的文件都可以有啊 是不是 啊 那我怎么判断拿到这个文件之后 我怎么判断这个文件是目录呢 怎么判断它是一个 普通文件呢 怎么判断它是一个套接字呢 怎么判断它是一个管道呢 啊 我们都需要通过这个dtype呢 去做一个判定 啊 你判定的时候就需要拿着dtype里边的值呢 和下边的红做一个比较 你看啊 假设说这个dtype等于dtblock 哎 block 其实就是块啊 就是块设备 如果他们相等 说明呢 这文件类型是块设备 那么如果是dtx 说明就是字符设备 如果是dtdir 说明什么呢 哎 目录 如果是rnk 其实就是link 还是说是软链接 fifo 管道 管道啊 id regular 就是普通文件 socket 就是套接字 后来是unknown 其实这个unknown就比较扯了 那你不知道还弄一个红是吧 哎 哎 所以这个一般用的不多啊 就是前面这七种文件类型 分别做一个比较 看一下 跟谁相等 那么它的文件类型呢 就是谁 啊 那这个呢 咱们也说清楚了 说清楚了之后呢 咱们就来说一下啊 读目录 加雪说 这是一个目录 目录里边呢 其实还可以有子目录 咱们简单的这样画一下啊 你看啊 假设说咱们这个方的啊 方的就是一个目录 哎 方的就是目录 那么如果是圆了三角 还有这种平四边形啊 它就是文件啊 不同类型的文件 那么在读的时候 比如说给你给了 给了你这样一个目录 给了这样一个目录 那我们进到这个目录里边来了之后 进到这个大的目录啊 有几个文件呢 是不是三个啊 哎 三个一个目录呢 两个 两个不同类型的文件啊 那么你读完 你想你读的时候 进到这个目录 我RateDR 我是读谁呢 RateDR 它是不能够一次性的 把这三个文件啊 都读出去 它是不能够这样读的啊 啊 你要是说 进到这个大的目录里边 有三个文件 那么你需要把这三个文件 想把这三个文件都读出去 怎么办呢 你需要循环的去读 好 进到目录之后 比如说你openDR之后 哎 然后你读内容 你不能直接调用一次RateDR 你是读不出来的 你调用一次RateDR 那你只能读一个 那么你需要循环的 好 循环的读目录里边的内容 就是说 你需要这样写 写个well well里边呢 RateDR 好 有可能现在就有疑惑了 说我这well 循环去 瑞德读DR 我什么时候就读完了 什么时候读完了 啊 当这个瑞德DR呢 它的返回值等于not的时候 其实这目录里边的数据呢 就读完了 好 那么有可能你现在还是有疑问 那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你一次 每次到的时候 瑞德DR读的都是不同的文件呢 为什么呀 你想想啊 这个目录是个什么结构啊 竖结构 这是根基点 对不对 你根基点下边呢 子几点 子几点 拿到夹点书啊 这是这个大的目录 大的目录下边呢 这是目录下边 哎 这是两个普通文件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目录吧 里边还有 他在读的时候 你看看我们瑞德这个目录 也就是说 拿到这个根基点 是不是你需要瑞德DR 还是说需要读它的子节点呢 读子节点的时候 瑞德DR实现的时候呢 他会把 这个节点的子节点呢 依次去做一个便利 当他便利完了之后呢 给我返回 给我们返回一个空 啊 是这样一个原理 哎 所以说 你在Raw循环的时候 你只需要关心什么呢 关心它的返回值就可以了 啊 那我们不用关心他说 哎 那你读了这个之后 是不是下次再读的时候 还会再读一次啊 你想想他会吗 肯定不会的啊 因为这个数结构 他肯定瑞德DR在 在算的时候 肯定能保证每个点 只读一次 而且呢 能够全部的便利一遍 啊 那我们 只需要保证什么呢 你保证 他能够全部便利到 而说你保证什么呀 让他瑞德DR多次就可以了 啊 这是我们需要保证的一个条件 至于说他里边怎么 里边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不需要关心 啊 你要想明白什么呢 你只要把我刚才画的 那个竖状结构 给他理解了 其实瑞德DR的时候 你就应该能理解 其实你在外的时候呢 就是便利谁啊 就是便利外边这个大的 矩形的他的子节点 他有三个子节点 所以说你well三次之后 就读完了 你都要well第四次的时候 第四次瑞德DR的时候 他肯定给你返回一个空 能不能理解 啊 这是他的一个原理啊 他不会低规啊 啊 他不会低规啊 他 你想想啊 你让他进到一个目录里边去了 他就只读这个目录 这个低规操作谁做的 是你做的 是你做的啊 他这个瑞德DR的时候 他只能读当前的这个目录的子节点 他子节点有几个 三个 然后说 至于他里边有三个子节点 其中有一个子节点的还是目录 那你就 你想让他便利子目录 需要怎么着 你去做低规操作 你去做低规操作 而不是说这个瑞德DR 去给我们做低规操作 啊 啊 这是读 那你当你读完了之后呢 最后 最后做什么操作啊 就跟我们操作文件一样 你这个文件 好 那么 这个读完了 也写完了 好 那么你就 close 那么在这儿呢 closeDR 好 DR呢 这个DR 这个DR怎么来的呢 你看你open的时候 open的时候 是不是返回了一个DR啊 是不是 哎 那所以说 你当操作完成之后呢 你需要 关闭目录 调用closeDR 哎 把这个目录指针呢 关掉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个工作流程啊 也就是说 关于openDR和这个closeDR呢 这没有什么基础含量啊 主要是中间的readDR 那么在readDR的时候呢 他会按照某种规则去目录里边做一个一次的读取 来做一个一次读取啊 但一次读取的时候你要如果你想把它全部读一遍 那么就必须写个while循环 循环什么时候就读完了呢 直到readDR它返回的这个指针等于no的时候 说明目录里边的数据就全部读完了 好 这是他的一个工作流程 好 那么当他这个什么呢 返回值不是空的时候 不是空的时候就证明我们读到了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到底是一个什么类型呢 是不是用这个dtype就可以判断出来啊 是不是 哎 文件是什么类型 是用这个dtype判断 哎 它是不是等于id啊 如果等 说明就是一个普通文件 那么你说这个文件叫什么名字呢 是不是在这个d内容里边有啊 是不是啊 啊 那通过这种方式啊 我们就知道文件类型是什么 文件的名字是什么 啊 你就能够做一个 我们刚才说的啊 是什么呀 是读一个目录 那么如果说你还要进到它的子目录里边呢 进到子目录是不是你就要需要递归了 你看啊 读外边这个目录和读里边这个目录在哪一样了 是不是思路是一样的 啊 就做一个地轨操作啊 自己调自己嘛 写个函数啊 写个函数啊 自己调自己在这个函数内部啊 自己再调自己一次啊 就能完成这个地轨了